像這樣子 假設我今天把超性這邊做一個群組有沒有 如果我今天 在優的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把只有優的顯示出來按確定 那優的裡面的話呢 最高分應該是幾分 所以優大到小 最高分就是98分 對不對 那實際上他要問的就是說 他的超性成績如果是優的話 那他的學歷成績最高分的應該是幾分啦 意思就是這樣子 那同樣的方式 如果今天篩選的話是 假的 然後呢 沒有優的話 那最高分應該是幾分 99 看一下是不是99 沒有錯 那可是底下為什麼還都是99 因為主要我們這個地方 第一名有幾個還沒算出來嗎 如果說第一名已經算出來有一個人的話 那為什麼這個地方還在加上 加上C3 就是說 如果有一個人 那他的 勢必他的名次就會往後 所以再加上 1的話就是說呢 扣掉幾個人的這個人數 幾個人數 那我怎麼知道說有幾個人呢 這邊的話我們就可以利用另外的函數叫 count 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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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樣是判斷那個超性 超性 所以呢 裡面就再加上一個 看著後面加上if 看著if什麼呢 如果 裡面還是有一個邏輯 這個邏輯部分的話呢 就是 超性 一樣 跟剛剛 這邊我就輸入超性 好 超性 超性 你會發現回傳回來就是 這個這個裡面超性的 也就是剛剛那個 層積裡面的超性 超性等於什麼呢 這個地方一樣 我們去等於 假如說呢 這個超性呢 他等於 也是A3 這地方A3 好 這個A3 超性等於 其實說A3就好了 超性等於A3 然後呢 接下來的話呢 如果超性等於A3 那 後面呢就是 在第二個條件說 還要再判斷一次喔 因為 而且喔 他這個地方 學業成績呢 等於 所以這邊的話呢 if 再加上一個if 所以這裡的話呢 假如說你要再加一個if的話 直接在 這個是多出來